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知名的作家吴淡如曾经说过 女人比男人更需要有房子 第一个呢你不会被扫地出门 第二个呢有房比有男人更有安全感 第三个房子呢它其实是理财工具 很多女生呢对于拥有自己的房子 一直是人生中很大的目标 那我也观察到身边一些非常优秀的女性 对于让自己晋升成为有房一族 都有一些很聪明的作法哦 那20岁的女生呢由于大学刚毕业起薪不高 所以如果想要住好一点的地段 以住心来讲的话根本就是天价 也因此呢年轻人呢就可以用劳力来换取空间 利用二房东的方式呢 找人一起来共享空间 那住了整层的公寓 不仅自己可以住 另外多余的空间呢也可以出租给别人 再告诉社会人来说 有人可以帮忙负担租金 那另外呢又有机会可以赚到额外的收入 这样不是很好吗 30岁的女生呢工作几年手头上有点积蓄 那累积信用一段时间之后呢 跟银行贷款也相对比较容易 与其呢缴租金给房东不如自己去付贷款 因此可能会考虑是不是买一些比较低总价的小套房 未来即便不结婚的话呢 自己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小天地 有了30岁的累积 40岁的女生通常会把房子当作是理财工具之一 除了自己自住之外呢 可能也可以买一件来收租 而且现在离婚率高 自住的房子如果是登记在先生的名下 那自己的这件买起来不住时可以收租 如果有个万一的时候也有地方去 或者呢对很多未婚的女性来讲 如果可以买在公园附近的电梯两房 也会是一个很棒的养老投资 女生有房呢底细就是不一样 所谓狡兔有三窟 父母家朋友家自己最好也来一个 而且呢看完我们以上20、30、40不同女生的这个有房策略之后呢 有没有发现其实房子真的是一个进可供退可守的自住兼投资的一个很好的理财工具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加订阅哦 另外下面有我们的粉丝页的连结 记得要赶快帮我们按赞哦 今天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